印尼赛国语多人晋级16强女双小将以21-2,调打韩国选手金时间7月4日,2018年是借于连巡回赛超级赛1000印尼公开赛进行第二个比赛日,女双陈青陈甲义凡和杜月李英辉均顺利过关,杜月李英辉第二局和韩国选手金慧林孔希荣,打出21-2特殊比分,女单和冰角成功晋级, 男双刘成张男等两队同样晋级16强,女双陈青陈甲义凡苦战三局一2比1逆转韩国的张一纳正景吟,三局比分为13比21,21-17和21-17,杜月李英辉仅用28分钟以2比0,21-14,21-2,横扫韩国的金慧林孔希荣,这样中国两队女双都顺利闯关,女单和冰角仅用29分钟, 以2比0,21-19,21-13战胜中国香港的张燕义,其他种子也一同晋级16强,男双刘成张男苦战53分钟,以2-15-21,21-15,21-17,逆转印度的阿特里雷迪, 黄凯强王毅律号是23分钟以2比0,21-13,21-13横扫印尼组合普特拉萨普特洛,而合计平弹强以1-2,21-16,17-21,24-26不敌印尼的卡兰达苏瓦蒂普拉塔玛,晚就六局点,有两个赛点措施,关键分上输给了经验, 混双在马来西亚公开赛,会试决赛的两队组合轻松过关,王毅律皇东平耗时27分,终于2比0,21-10,21-16横扫荷兰的塔贝林格赛宁, 正思维黄雅琼用时26分钟直落二局,以21-12和21-14淘汰印度的乔普拉斯基。 谢谢观看